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我有个朋友他可爱买包了 下一只最想要的包应该是Loyaway的Puzzle小号 我可能会选一个深色 还有就是很想要Kelly 第一个设计师品牌包 不要笑我 嗨嗨 我是RenRen 今天的视频内容是我的包包合集 分上下两集 上集是今天这一集设计师品牌合集 下一集的内容是小众设计师品牌合集 感兴趣的话赶紧来看看吧 第一个包是Red仔最近刚拿到的BV卡带包 开箱后第一感觉就是超级柔软 胖嘟嘟的 非常可爱 全羊皮手感很好 皮质细腻 然后很有光泽 整形状也不会软塌塌的 BV标志性的这个编织设计 很精致又很有辨识度 那当时我买的时候发现肩带上的这个金属扣有分银色和金色之分 我这支是银色的三角扣 比起金色的金属 我平时选五金会选银色比较多 因为更适合我的肤色和我平时的穿衣风格 它开扣的设计是这样隐藏式的 像这样就可以打开 里面有两个隔层 一个带拉链 一个不带拉链 它搭配风衣 大衣 凹造型 还有像这样手拿 都非常好看 除此之外 它的肩带长度也是可以调节的 有肩带就可以解放双手 如果平时穿的比较休闲一点呢 就能突出这个包的精致 是兼具时髦度和使用性为一体的这样一个包 我非常非常非常的喜欢 下一个是爱马仕Lindy 26 大象徽银扣 我是2018年底在旧金山的爱马仕店里买到它的 当时是我们去逛街 恰巧碰到它是大象徽 又是我喜欢的银扣 默默地上身试了一下 有时候这些东西真的不能上身试 试着试着就真的满了 当时恰好是我们领证一周年的纪念日 刚好有一个小刘送我礼物的quota 所以我们就买了这只包 Lindy在我心中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人的一个很实用的设计 26这个大小对我来说刚刚好 非常合适 可以手提 也可以像这样单肩背 它的容量相当可观 算是非常能装的一个包 侧面还有一些小口袋 可以平时塞一些小东西什么的 最重要的就是它很经典很耐看 近几年RaiRai真是越来越喜欢LV了 接下来是几个LV 第一个是LV的mini luggage 我这个配色是和帆布老花那只一起出的一个秀款 那我这只是一个皮的版本 包中间是非常精致的navy颜色小牛皮 四个角呢是光亮的非常饱和橘色的牛皮 中间又配上了一些老花的细节 它配色整个就很戳我 比起帆布的那一款 我觉得这只的配色更搭我平时的衣服 它可以手提也可以肩背 手提很好看 但是它自重不算轻 除了皮肩带之外 它还配了一个不可调节的金属链肩带 容量方面它形状的大小 就是它能够装东西的一个容量 它的拉链可以拉到底部 但是每次拉这个拉链都会特别费劲 有时候在外面用的时候就不是很方便 包里面的隔层做的还不错 方便你收纳和整理里面的东西 整体来说这个包还是算满能装的 你们还记得之前我跟你们说过 这个包里居然还能装下来卡相机吗 之前我跟小刘去京都玩的时候 还真是这么装的 下一个是RESA的第一个Vintage LV 它是LV跟穿舊宝林前几年的一个合作款 是一个老花的oversize的tote 里面有一个这样的布袋防止东西掉出来 这个包在我心中算是那种不完美中的完美 你说它有多好看吧 也不是所有人都能欣赏它 都会喜欢它 正是因为这些不规则的破洞 让这个包变得非常特别 也许这就是所谓的一种艺术感 我朋友特别逗 他说我给你买一个tote 在上面给你挖几个洞 朋友你真棒 你就是下一个穿舊宝林 这只包是我在美国的一个二手网站上拍的 价格不算很划算 因为这只包现在也越来越难买了 而且我买到的这只 新旧程度可以算是非常新了 尽管它上面有上一个owner的一个engraving 我自己倒是不介意了 之后把它抹掉就好了 像我个人观念当中 我并不觉得买包是一种投资 因为包并不是一个很好的投资的资产 特别是在普通的消费者 人群当中能买不到的包 也不属于收藏款也不属于什么投资款了 我买这只包主要是因为它非常非常酷 个人是觉得可以拿来自我珍藏 每次看它用它都会觉得非常开心 这就够了 下一个还是LV的Vintage 它是黄皮Puppy用26厘米中号 听到Puppy用 看到Puppy用就会想到王家2 这只在Vintage LV里算是非常好买的一只 我是找日本代购买的 总的来说我觉得日本中古包的平均保全状态 相对来说是比较好的 像这只刚拿到乍一看 也惊到我了 真的很新 LV的中古包好看的实在是太多了 像我个人其实偏爱那种比较形状的包 当时看到代购发 我就毫不犹豫地把这只包给买了 而且这只包能装的东西也非常多 我现在评判一个包能不能装 最大的就是看它能不能装下我们的Vlog相机 那这只的容量装这相机简直是绰绰有余 还有就是平时除了考虑穿搭 考虑我们自己要带的东西之外 有时候姑娘在出门选包的时候 还有考虑到男生的车钥匙和钱包 它们那些东西一般的厚度都还蛮厚的 就得给它们留地方了 所以这只包我觉得它的容量来说是可以装满我自己的东西之外 还可以帮小刘同学装一下它的东西的 LV老化真的很好搭衣服 我现在买包除了最看重的实用性之外 一定要考虑到整体的搭配的一个感觉 而不仅仅是看包本身的这个样子 这点对我来说真的很重要 接下来是Rare为数不多的几个香奈儿 第一个呢是Chanel Old Medium的一个boy bag 这应该是一个那种偏牛仔的蓝色 它是我前几年研究生毕业妈妈送我的一个礼物 它是当年prefall的一个限量款和不同款的区别 就是它有一个这样的手柄 然后有一些做旧银色的这种金属的花边 当时的第一感觉是这个颜色实在是太美了 而且妈妈刚好也在嘛 一冲动就把它给买了 为什么说冲动呢 是因为我买到它之后 我其实用的非常少 一方面原因是因为 我可能觉得小号会更适合我 像这个中号大小 配上这个链条 它本身自重非常重 如果你东西装的很多的话 背起来就会非常累 另一方面是我平时还是走休闲风比较多 可以搭配到这个包的时间和场合来说很少 所以慢慢的这个包就在家被我供着了 我感觉我现在其实越来越注重实用性了 要能装 要实用 要好搭配 只有用得到才会物有所值 嗯 我居然能说出这种话 下一个是Chanel流浪包黑色小号 这个包我当时买的时候真的非常非常喜欢 大概是16年17年的时候买的吧 仅仅是多种背法就非常吸引我们这种消费者了 另外就是它的链条是又有金色 然后又有银色 就很戳我 很好看 特别 对于酷女孩来说风格就是可言可甜 它是黑色的包 但是又比黑色的包多了一点什么 对于我个人来说 它的搭配度非常高 说着说着感觉又找回了以前对它的那种喜爱的感觉 过几天一定要背一下 这包它的容量方面我觉得算是中等偏低 嗯 虽然也能放下相机 但是因为它的这个开口的设计 导致它能放进去的东西的大小有限 而且放太多之后也会重量太重 拿出去过忙挤压什么的都挺好的 下一个是Chanel Classic Flap 这个迷你的方胖子 我这支是一个黑色的漆皮 当时摆在我面前的选择 有它还有另外一个是羊皮 大多数人应该都会选羊皮 为什么我最后选了漆皮呢 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 我还是对自己比较了解的 像羊皮这种比较优雅 比较脆弱的皮质 确实是不适合我 一想到下雨就不能背 我就觉得浑身瑟瑟发抖 而且我个人也确实是 很爱漆皮的这种亮亮的 很时尚的这种感觉的 非常年轻 到现在我也不讨厌它 有时候偶尔还是会背一下 可能是因为做了对的选择 买完它之后 我的实用度真的非常非常高 那我记得我当时是在米兰的一家专卖店 大概六七年前买到的 退税前的价格你们猜一下 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500欧 当时的汇率应该是8点几 没错 但是想想都过了这么多年 还是觉得时间过得真的好快 Prada 我手上这个包呢是去年年初 Prada和日本著名建筑师 魅导合适合作出的一个 尼龙围巾款的那个包包 尼龙材质很Prada 这个设计的感觉很魅导合适 我是水瓶座嘛 所以有时候会被这种 Ugly chic吸引的简直是死死的 像这个围巾包买一个 相当于买了三个东西 一个包 两个包 还可以拿来当围巾 包上面的配饰 像它是一个小的零钱包 整个这个手提的部分 都是可以拿下来自己随意的挪动的 你可以把它任意的组合成 你想要它成为的样子 我之前还恰巧看到有人买了这个包 然后把它放到了爱马仕的那个 迷你Evelyn上 所以你知道有时候包包这种东西 真的还挺私人的 你只要自己怎么弄 怎么开心就好 下一个是去年兔朋友 帮我在Farfetch用员工折扣 买到的一个Prada的 这个玫瑰花链条小包 太美了 这个包真的太美了 看到它我整个心情 就真的很愉悦 很开心 不用带相机出门的时候 我就还挺爱用这种小包的 因为非常方便嘛 也可能是因为懒吧 接下来是罗亦威的迷你Puzzle 它是我去年用到最多的一个包 它耐用不怕脏 然后这个蓝色又非常的好搭配 别看它是迷你这个大小 像Vlog相机装进去 也完全没问题 还可以再装一些护手霜和口红什么的 这个包它的字重非常轻 有时候我背着背着 就忘记自己背了这个包 有时甚至还会背它去爬山什么的 就一点都不会累 我很爱Puzzle 我之后应该会买一个小号 但是是一个比较深的颜色 接下来这个罗亦威的粉色小象包 也是拥有它有一段时间了 我一直都非常爱它 虽然现在已经没怎么用了 但以前我穿的还比较少女的时候 特别特别喜欢用它 小象包也是自重很轻很轻 背起来一点都不会累 而且它也很好用 很喜欢大象 大象就是超可爱 它再来是几个Celine 我的Celine挺小的 也是大家可能都有的款 第一个是Celine的黑金box小号 我只能说它真的太经典了 我记得当时上大学的时候 它就曾经是我的dream bag 当时我非常想要 非常喜欢的是红色中号的那个box 我记得非常清楚 那年美国是卖2800美金 觉得好贵 后来工作了 我就用自己的工资去买的这个包 算是用自己的能力 圆了自己小小的一个愿望吧 黑色呢永远是我的首选 box小号的西友皮 我也觉得非常美 但就是可能太贵了 下一个是Celine的金色烫金logo的小号trio 这是小刘同学送我的第一个包 所以还对我来说蛮有纪念意义的 我自己也很爱它 它算是那种很初代的Celine的包 白色除了不经脏之外 我觉得有时候甚至比黑包搭配起来更容易一些 现在看看还是觉得CB的Celine就是经典 就是好看 更何况它自重轻 而且容量也非常可观 依旧是我很喜欢的一个包 下一个是Celine的这个塑料袋 当时真的是风靡整个社交网络 我也是跟风买来之后 就只用过里面的这个皮泡吃过几次 有一次去买菜 用外面的这个袋子当过一次 塑料袋就再也没用过了 事实证明就是像这种东西 当时火的有多快 它消失的速度就有多快 Goyard PM Tote 它是一个帆布的手提袋 是基础款的小号 这个包是我1314年在巴黎的店里买到的 当时售价是700欧 这个包也算是陪我经历了非常多 一开始在欧洲交换上学那几年 就经常用它 后来上学也在用它 再后来我们换了房子 到这边装修那段时间也一直在用它 它真的是陪我经历了非常多呢 首先就是它自重很轻 所以我很爱用它 再来是它完全不用考虑搭配的问题 无论你穿怎么样的衣服 背它都还OK 再加上它容量还是蛮可观的 可以装很多乱七八糟的东西 里面还有一个这样的小袋子 可以装护照啊什么的 比较重要的一些东西 虽然它现在已经被我用的有点脏脏的 我偶尔还是会用它的 我觉得还是我心中一个非常实用的包的存在 Bubbery在换了设计师之后 我买了一个它的这个小clutch 一个手提包 这个手提包不贵很便宜 偶尔用一用就蛮好的 但是手包的问题有时候就感觉有点力不从心 特别是逛街的时候 我记得印象很深 我在Stories逛街拿着这个包夹在页下 但是当时我挑了很多衣服 想要拿到试一件去试 拿那些衣架再背手包的那个时候 感觉自己胳膊都快断了 除非你身边有一个什么小助理能帮帮你 自己一个人的时候拿手包 真的还是不能去干什么特别费劲的事 真的我现在回想起来 那个时候逛街就觉得好累啊 巴黎世家Balenciaga的Bazaar Shopper XS然后是一个漆皮黑色 它是我在Vegas的巴黎世家店里打折买到的 也是我出游会用到的一个包 用它代替书包登机其实非常方便 一方面是因为它很耐脏 再有就是它很能装 有拉链啊隔层什么的非常方便 最后就是它底部的设计 可以让你刚好放在行李箱上 所以我有时候去旅行什么的都会带它 另外就是它可以提又可以背很实用 审美黑历史巴黎世家City Bag 大家品一品这个颜色 但是这个包呢是我第一个设计师品牌包 历史最悠久的一个包 我是大一的时候买的 当时是在Nieman有Gift Card Event 2000刀减400刀还是500刀的时候买了它 完全是靠自己的直觉选了颜色 当时就觉得这个紫色非常美 完全没有考虑到什么搭配啊 或者是实用性的问题就买了它 虽然City这款包从实用性角度上来说 完全没毛病 而且是很防盗的一个款式 但是这个颜色的选择 让我一度非常怀疑自己的审美能力 这就是RAPRAP包包合集上集 设计师品牌的所有内容 希望你们喜欢今天的视频 如果你们有任何问题 欢迎给我留言 新来的朋友别忘了关注我的频道 B站的朋友别忘了给我弹幕留言 还有就是松槽哦 那我们就下期再见咯 拜拜 期待下期的话赶紧去看